视频中传来阵阵尖叫声 李先生说这是晚上在卧室窗边拍的 声音来源是楼下架空层里的健身娱乐区 黄华T其实就是在我家卧室这个正下方 然后每次下面一跳或者一蹦什么的 我家这个整个屋里面就跟动动动 就跟那个装修一样 喜欢每天都会这样 李先生介绍 2021年年底 他们入住了杭州渔航两主的玉都风景小区 这两年 他们为了噪音的问题头疼不已 来到李先生家楼下的架空层 这里有滑滑梯和一些健身器材 采访时是周末上午 现场人不算多 没有太大的噪音 它离我家的那个最近的距离也就一米 包括小孩的尖叫声 然后滑滑梯上奔跑的这种咚咚声 然后从有很多小孩会从滑滑梯上爬最上面往下跳 然后顺着滑道往上跑 然后严重影响了我一家人的生活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七八点就开始有大的小孩 比如说放学吃完饭回家了 陆续就到这边来了 然后到一直玩 他们能玩到晚上之前能玩到晚上90点钟 李先生表示 小区就这一个地方有滑滑梯 吸引了附近很多小朋友前来 多的时候会有几十人 白天和晚上都有噪音 他这个滑滑梯放在这里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批 交付房子的时候去找那个开发商维权 然后要来了一个滑滑梯 然后就把它扔在这里了 我希望是把这个东西移走或者是拆掉 来到屋夜 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负责人不在 对于这个方案 李先生表示可行性不大 他还是坚持原来的诉求 记者也向属地社区反映了相关情况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